都很关心这个台风 实际上这个台风跟过去比起来 它走的速度是逐渐在慢慢增快之中 它增快的结果 我们可能发布台风的时间 就会比较早一点 中央相局预计明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通常台风警报 海上警报发布之后的24小时 就会发布路上台风警报 这个台风未来的走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不光是一个台风的关系 因为它会在这里有两个 所谓热带低压也好 台风也好 它会有互相牵扯的作用 我们叫做藤原效应 我们先看一看这张卫星云图 在卫星云图上 这就是泥沙台风的位置 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云层在这里发展 变成一个低压 未来可能是热带低压 在两个这个在往这边走的时候 这个是会往上走的 然后两个低压碰到一起的结果 就会在台湾这个地方形成下雨的时间比较长 我们看一下这个台风的目前的状况 目前在这个地区 整个这个地区是一个大的高压 这个高压之下所有的台风就往这边移动 这是基本上这个台风移动的状况 当然未来的变化 我们就看一看中央气氧局的预测 中央气氧局整个全亚洲对这个台风的预测 已经确定这个台风是从这里进来 不管它偏北一点也好 偏南一点也好 总之这个台风会穿越台湾到台湾西部去 先是在东部形成下雨 然后在西部形成下雨 南部形成大风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台风的状况 我们看看中央气氧局的预测 很明显它从这里过来 我们看一张流动的云图 流动的这个台风的图 我们看一下它未来的发展 这个是非常重要 未来的这个台风的走向 我们请导播给我一下这样图 我们看看台风进到这里来 这个低压 未来会这样子走上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 比较大的更强的一个低压 所以台湾地区两次受到 热带低压也好 台风也好 所带来的影响 下雨的时间会延长 会延后 会延到四号左右 以上气象 谢谢您收看 把现场交还给主播 好 好